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正所谓乱世初英雄 不敢现状的弗朗哥 在1936年7月悍然挑起了西班牙内战 走上了歌剧称雄之路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弗朗哥就靠着自己的一套经营哲学 把本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叛军打造成了训练有素的部队 而他本人更是出任大元帅 1937年4月 弗朗哥开始出任西班牙长枪党的领导人 西班牙的整个局势已经处于他的控制之下 此后 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鼎立援助下 弗朗哥顺利推翻了原政府 开启了西班牙长达三十多年的法西斯时代 回到前面的问题 既然弗朗哥本人是支持法西斯的 况且他还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 那他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法西斯阵营里呢 这主要得益于弗朗哥狡猾的政客作风和长远的政治考虑 在经过数年的内战消耗之后 二战前夕的西班牙已经是内外交困 所以盲目的加入战争算不上一条本土的出路 而且 由于西班牙占据着海上要塞 直布罗陀海峡 堪称决定制海权的关键因素 所以西班牙瞬间成了乡伯伯 同盟国和周星国独 掏空了心思想要拉拢西班牙 弗朗哥大概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所以他的选择也很明确 我谁也不答应 保持中立 这样的选择不疑是最佳的投机方向 两边谁也不得罪 反而还能捞不少油水 来看看当时西班牙得到的好处 英国向西班牙以自信提供了200万金磅的低息贷款 还给西班牙提供了几口特殊工业原材料的机会 除此以外 还免费拿出大批的粮食 到西班牙镇绩灾民 这边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含糊 除了免费给弗朗哥政权提供5G装备以外 更直接减免了20亿里拉的债券 这些免费的福利足以让西班牙从一片废墟中恢复起来 除了摇摆于两个阵营之间谋取利益之外 弗朗哥还有自己的一条原则 坚决不和欧洲国家开战 这是因为他早早的就一时早 欧洲和苏联之间迟早要陷入对抗 所以无论是谁打赢的战争 苏联人都会从中获底 不得不承认 在这一点上 弗朗哥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当然了 不对欧洲国家开战 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袖手旁观 特别是在二战初期 德国人横扫欧洲大陆 准备向苏联动手的时候 弗朗哥立马就派出了一万七千人的部队 去支持德军 但同时又声明 这次出兵仅仅是针对苏联的作战 并不表示西班牙加入了周星国阵营 这样一来 西班牙既讨了希特勒的欢心 又给盟军吃了一颗定心丸 两边都不得罪 而当德军在苏联的战事失利 盟军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时候 弗朗哥又立刻宣布撤回这支队伍 就是靠着这样的投机之举 弗朗哥成功地游走于各国之间 成了统治时间最长的法西斯领导人 直到1975年11月20日 83岁的弗朗哥因病逝世 也标志着法西斯的彻底消亡 弗朗哥去世后 西班牙大师阿尔维蒂写道 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柜子手死了 清地狱的炼火来烧它 也不足以截恨 不管怎么说吧 至少弗朗哥在二战时期保持中立的选择 让西班牙百姓免遭战火 还是值得肯定的 历史客栈作者 水墓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 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HUA108远回搜独